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影帝周潤發發哥親民 就是人都知道 近來有記者在郊外撞發哥跑步 於是和他做了一趟簡短的訪問 原來發哥即使在疫情爆發的情況下 仍然堅持每天都要做運動 認真健康 在這一趟的訪問當中 發哥怒斥特區政府的防疫措施 說特區政府令基層市民像乞丐一樣 簡直鬧得大快人心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亦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發哥在訪問當中 提及到特區政府的防疫措施 尤其是較早前推行兩天收回的 全日禁堂食的時候 他的反應特別是大 他就說 當然是慘了 你看看那兩天 所有勞動階層在街上吃飯 好像乞丐一樣 政府一句就說 不好意思 但他們想這個措施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市民呢? 疫情始終會過 大家都要見步行步 小心為上 有傳說等到11月就有疫苗 他說他也很期待 頂上這幾個月 記者又有問到他 現在醫療床位不足 發哥就說 很體諒醫護人員 他還說 醫護都很辛苦 醫療中心崩潰 每天百多宗 這些就是人話 首先不要理他什麼黃藍這個問題 起碼他說出來 是在說一些人說的說話 起碼說得出來 市民也是對聽 說他真的在反映實情 好過有些明星 凡親走出來的時候 逢特區政府必擁護 比建制派還差 有些明星 一味只懂得做護旗手 只懂得說保駕護航的擦鞋說話 就算看到特區政府 推行措施的政策有問題也好 就算明知道特區政府 有些事情是倒行逆施也好 如果這班所謂明星 不出聲的時候 就好地地 大家當他是沒有意見 也不知道他是藍絲 沒所謂 但是有些記者 很喜歡找些明星去訪問 這班藍絲明星 一開口就看著你了 總是說特區政府做得對 沒錯做得好 於是乎就招致很多市民的反感 然後離棄這班所謂的明星 譚詠麟就是其中一個表表者 無厘頭 自高奮勇無誰自戰 撐警死不死 至於法國大鬧特區政府 推行全日禁堂食的措施 事實上就是沒有鬧錯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 接受港台節目《鏗槍雪》的專訪時提到 說在推行全日禁堂食措施之前的兩三個禮拜 從來沒有考慮過 也沒有任何人提及過 在戶外工作人士和清潔工人等等 是最受損害的一群 所以就推出了這個措施 他就說直至金堂食的實施首日 中午的時候 那天下暴雨大雨 當時大家就知道 原來有這麼多人 我們真的沒有考慮過這件事 他就承認不能夠把責任毀過他人 但是就不認為內疚 你死不死 這樣都還說不內疚 這班傢伙根本上就是一班廢官勇官 撇除了大陸政府如何干預香港特區事務 不要說這些 只是給這些廢官勇官管治香港 你又沒有運行 怎樣可以長治久安才行 整班都是廢人 怎會沒有考慮過這些呢 而且實施兩三個禮拜就談過這件事 原來專家又不考慮 那些專家我當他是離地 醫療專家他管醫療 問題是你這群作為特區政府的父母官 怎會完全無法看出民情 你自己在寫字樓裡吃東西 當作別人也是嗎? 你自己在家工作當作別人也是嗎? 你自己好吃好住又當作別人也是嗎? 完全是離地 就是不吃人間煙火水 所以就該被人罵 不要說大陸如何干預 只是說這些廢人 你這群人每個月是出三十多萬糧 你做了甚麼措施出來 一邊顧著自己不顧別人 昨天林鄭帶領了一群廢官容官出來開記者會 宣布在9月1日開始 會推動所謂的全民自願檢測計劃 實情這些計劃我認為是多餘的 有些專家同樣都說是沒用的 首先來說 你特區政府只要在邊房把關做得緊一點 根本上就不會出現第三波的爆發 你搞這些事情 根本上是勞民傷財 現在才做全民檢測一遲 你在關口守得嚴密 已經沒有事發生了 第二件事 根本上市民和政府之間已經沒有互信了 你搞全民檢測 別人就在這裏批評你 到底你拿了那些樣本 會發送去哪裏 別人諸多懷疑 然後林鄭走出來說 自己的政策被人抹黑 別經常說抹黑 別人是信不過你 所以一定會有很多事情想的 而且一想就一定是想去最差的方向 你很難控制到人民的思想 因為在過去一年多以來 特區政府所做的事情 令到很多人都喪失了信心 本來也沒有那麼多人喪失 但是自從特區政府去年六月開始 命令香港警察 吐到那些年輕人那裏 而且後來這個又說要抓 那個又說要鎖人封艇 那些市民被你吐醒了 在電視畫面看到直播都已經 還怎樣對你有信心 現在又通過國安法 怎樣對你有信心 那些人會 是不是 所以那些人想欺騙自己 蒙著眼睛 掩著眼睛 以為當看不到 當聽不到都不行 以前2014、2016 很多人都上次覺得 不關我的事 現在還有沒有人會覺得 不關我的事 有沒有 還有沒有這樣的空間 給你不關事 所以你特區政府說 推出這些檢測 別人懷疑是正常 別人懷疑都是合理的 而且作為一個從政者 有什麼可能歸咎於市民不信政府 如果市民不信政府 不是市民的責任 而是你作為特區政府 管治無方 令市民對你特區政府 喪失了信心 你作為從政者 應該自我反省 不是應該歸咎市民 整班都殺了 而且他們說 9月1日開始展開全民檢測 視乎情況延長不多過7天 最多是做14天 所有沒有病徵的香港人都可以參加 18區設置多過社區檢測中心 你就自己檢測到足夠 你就看有多少人去做檢測 我相信人數不方會多了 就算搞也沒有用 你說是說全民檢測 如果有兩三成人 肯交樣本給你去做檢測 我認為已經算是超額完成了 你就叫藍絲去交樣本 對吧 那就是要市民信任你才行 說來說去 基於官民之間 都沒有了互信基礎 說什麼 接著就說一下 著名的撐警藍絲藝人 譚詠倫 他最近去了慶祝七十大壽 哈哈 慶祝七十大壽也不要緊 但是現在有個所謂限聚令 可不可以被記者發現到 原來在昨天下午1點鐘 他一行人去到尖沙咀K11的一家餐館 舉行了生日派對 和二十多位的老友一起慶祝 被人私疑你到底是否違反了二人的限聚令 因為你二十多人 就算在餐廳也不可以二十多人 照計 不過他說要開派對 好了 有記者去到現場進行的視察 發現餐廳對著維港的玻璃幕牆上面 貼了Happy Birthday Allen 那些藍色的生日氣球 那就是他來的 而且後來拍了相片 就發現就是譚詠倫 還有拉菇 李克勤 李克勤的老婆等等 一行人二十多人 老實說 搞這些派對 那些年輕的子女搞 都算了 因為那些人 就算惹了都會很容易康復 問題就是 這個卵白自己明知 都自己是七十的 是高危的年齡層 哈哈哈哈 即是隨便一個中招 就變成群聚的感染了 那你變成了卵白群組 哈哈哈哈 而且為了七十 很高危 為什麼呢 而且去的人都高危 拉菇也有這麼多年紀 即是你請的嘉賓 其實都是跟你的年齡層 都相差不遠的人 喂 怎麼這麼自私啊 在這個時候 還要搞派對 那你有沒有想一下 那些醫護人員的艱難呢 有沒有想一下人家的工作壓力呢 又或者有沒有想一下 被你請來的那些嘉賓 那些安危 哈哈哈哈 真是隨便一個出事 那個慶回歸群組 就是這樣 那現在到底會不會 遲些出現的卵白群組呢 真是很難說 那到底卵白有沒有違反限聚令呢 王國同律師就這麼說 說重點在於 到底那個地方是不是私人地方 要是業主自用的 才算是私人地方 如果不是業主是他的朋友 去開派對 又沒有收錢 都不算自用的 同時其他外人也不可以入 租給人也不可以 那到底這個地方 究竟是怎樣呢 當然就要卵白自己才清楚 不過卵白和警務處處長 鄧炳強私交甚督 看來都是沒有下文的 好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